家人們下午好 下午跟家人們來分享一款這個 國史精品壽山史 時中帝後福隆史 福隆史的一款這個古壽 一款古壽的一個正方章 家人們可以看一看 這個石頭的這個質感 早期的這個福隆史 一些質感真的超級好的 包括他這個手感 他的這個手感真的是 還有這個古壽雕得很圓頓 這個手盤起來 一點都不會扎手 一點都不會扎手 然後福隆史的質感應該 我也不用多介紹 有玩石頭的家人都知道 像這種老性蠟質感這麼好的一個福隆史 他這個都不用有氧 這個都是不用有氧的福隆 都是老性 他這個是老性的福隆 他這樣手這樣摸摸的 他就很油的就對了 就他的這個溫潤感 是絕對是讓你無法想像的 無法想像的 畢竟是天然的石頭 天然的石頭 他都有一些 隔裂的問題 一些老 老石頭的這個這個石柄 酒頭的墨碑 所以如果有新進的玩家要進來玩瘦山石的人 一定也要有這個對石頭有這個包容心 有包容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早期古獸都是這樣子 形質都是這樣的一種類型 這個老石頭真是越玩 真的是越玩越好玩 越玩越好玩 尤其他這個質地 比這個 和田 和田楊枝白玉 更加溫潤更加有質感 他的這個游潤度也是不會輸那個 白玉枝 也不會輸給這個和田玉 所以一般有玩和田玉的家人 應該也都會 喜歡瘦山石 有喜歡瘦山石的人 也多多少少都會玩和田玉 這個性質 這個性質都是相通 相通的就對了 那就先為家人們介紹到這裡 感謝家人們的欣賞跟支持 謝謝大家